而在澳洲的西部有一个小镇Cougardy 全镇的人口不到1000人 原住民族人口大约占21%左右 也就是差不多每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会是原住民 在澳洲这已经算是原住民族人口密度很高的一个地区 那么在20世纪初期 这个小镇曾经是一个挖金矿的城镇 不过现在早就已经萧条没落了 镇上到目前为止只剩下一家 可以吃喝也可以住宿的小酒馆 不过目前这家酒馆的老板贴出了一张拒绝服务 原住民族客人的公告 那么这种挑衅充满歧视性的举动引发了议论 距离澳洲西部大臣Cougardy 约40公里的小镇Cougardy 最近因为种族议题而受到注意 我在站在澳洲市的酒店 在公司的Dabra Ovens 发布了一文章 说她会拒绝服务任何地医生的客户 直到她的拒绝手机都被返回了 没错 就是这张公告 上面写着 本店卸决原住民进入 直到我在3月1日遗失的iPhone被送回来为止 虽然这位酒馆老板已经表示歉意 不过在社群网路上马上遭到网友抨击 大家踏罚 因为种族而拒绝为原住民族提供服务 在澳洲就是违法行为 澳洲种族歧视委员会的委员 Tim Supon-Marsan博士在他的推特发文上 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点 请注意 因为种族而在提供商品服务或是设施时 有所歧视 就是违法行为 对于直接就被这家酒馆拒绝的原住民旗客人来说 内心实在很痛苦 第一件事 那女士 她甚至没有认识我 她直接直接问我如果我特别是民族的 Hunter小姐被告知 如果要知道为什么不让她上门的原因 就自己去看那张公告 这位Adams女士在酒馆中 直接遇到了张贴公告的酒馆老板 当澳洲的原住民族电视台联络当地警方时 警方表示那张公告应该不构成犯罪 因为上面用的原住民这个字 并没有指定特定对象 这些当面受到羞辱的原住民族人 仍在考虑是否要采取法律行动 记者 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